大家好,歡迎大家又來到《閃馬戰賽馬》集作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麻煩可以按一按影片右下角 紅色訂閱和訂閱這個按鈕去支持我的 最好按一下小鈕 多謝大家 這次主要話題是蘇兆輝 今年的國際賽 蘇兆輝在香港受歡迎的程度 所謂又是神蘇又是神功臺勢 按照他在國際賽大場合 應該是很有發揮 應該是光芒四射、忌晶四座才對的 但是為什麼他星期三和星期日剛剛 都好像沒什麼影響呢?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 他手上的馬神力一般 令他沒什麼發揮 第二,我認為是有當中的原因 講到原因之前 先帶大家看一幅圖 在Twitter上看到的 有些賽馬網站 講到蘇兆輝今年 即2018至2019年 他在國大馬場贏的獎金 大家可以看到 在沙田贏得最多獎金 多於英國的獎金 跑馬地是第二的 然後才到亞視曲、紐伯利 那些英國的大馬場 即是很簡單的 蘇兆輝在香港賺的錢 是比英國多的 譬如說 他在沙田贏得多於五百六十四萬磅 比較多 五百六十四萬磅 即是五千多萬至六千萬港幣 當然 其中有一個很大筆的獎金 就是來自歡樂之光 贏了香港盃 還有跑馬地 他去年 大家看到的 是聖利專家的 因為他贏過 2018年 香港的國際騎士邀請賽 那裡有一筆錢 所以就多錢了 總括來說 他這就是2018年 2019年 即是上季、今季的數字 其實如果真的要計算 他在這麼多年 在全世界馬場賺多少錢 最多當然不是在香港 當然是在杜拜 在美丹馬場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之前做過高多芬子稅 在2014年 他就憑非洲傳說 大家認得這個樣子 就贏過杜拜世界盃 錢就一定多於沙田和砍馬地 但是近一兩年 即是說 他的主力發展 除了在英國之外 第二個國家 第二個屬於他的地方 就是香港 其實這也是有積火層的 以他自己的處境來說 在香港就很緊貴英國 第一就是地位的問題 剛才開場白 我都說過 香港人都被捧到他上天 又叫他做神騷 又是神鞭 又是神鞭 又是蓋世之類之類 但是在英國 其實他的地位是沒有那麼高的 雖然他也做過三次的英國冠軍騎士 但是他在當地 就是完全不想 譬如說 戴圖里 莫雅 甚至那些高進成 大家都未必聽過這些名字 如果沒有跟海外話的 或者是杜進成 那些 或者近來說 莫艾成 那些都是比他大名的 就是比較多人 比蘇紹輝 蘇紹輝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 但是沒有那麼精美 這也是有個原因的 我稍後再說 香港比英國很厲害 第一是因為 在香港受到尊重的問題 第二是講獎金的問題 其實香港的獎金 全世界來說 都數一數二高的 大家都應該知道 在英國 跑一場普通的賽事 例如班制賽 是三四千磅 總獎金一場 三四千磅 即是三四萬港幣 香港來說 三四萬港幣 是一個跑第五名的獎金 但是人家是一場馬 所以譬如說 就算蘇紹輝 拿冠軍 在英國 贏百多場球馬一年 都不及在香港 贏十幾二十場 是很少的 除非你贏到大賽 你贏到King George 或者冬天去杜拜 你贏到的 否則你在英國是很高醋的 我在兩年前的一篇文章 我在跑得賽馬台的博客 寫過一篇 蘇紹輝非常缺錢 這篇文章 也有提及過 大家可以按連結去看看 以上這兩個原因 一個地位問題 一個獎金問題 就令他在香港 的確沒有經過英國 香港事實上 都差不多成為他第二個國家 至於為什麼 英國的地位 為什麼大家覺得 為他這麼好騎高 為什麼地位會低 沒有其他騎師 那麼受歡迎 我想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 就未必這麼大影響 在今時今日 就是那個種族問題 因為他始終是非我族類 是一位巴西人 大家記住 巴西血統的人 所以英國佬 始終對他也是差一點的 沒有那麼同聲同氣 相信這個都影響 並不太大 在今時今日 都全球化 全球是一家 都沒什麼所謂 另一個原因 就是 他在這幾年英國 除了擔任波多芬主帥之後 其實沒有什麼大列馬斯 給他騎 沒有什麼油王 那些大馬主 給他跑 因為蘇少輝 如果大家看到他的騎師 就說是神鞭 神高 即是騎馬騎得很大力 很大力地打到馬上 人家的馬每一隻都價值連成 幾千萬幾千萬 沒理由被你打死 所以他們另外用騎高 比較油 比較全面 沒有那麼硬的騎師 會比較適合貴格的馬 令到他的大賽 比較少馬跑 第三件事 就是他曾經擔任過高多芬 在英國的主帥 這個大家清楚了 其實擔任高多芬的主帥 有難有不難 當然你有很多馬騎 但是做高多芬主帥的處境 我認為就像你在王馬 王家馬得利 或者在曼聯 做這個領隊 是一樣的 即是說領導層會給你一些很無謂的期望 即是希望你有些超人的表現 此其一 第二 你是會成為重子之的 即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你身上 你一定要表現好的 譬如說 你輸一隻大業本 就被人抹到飛起 輸兩隻就更加飛起 輸到第三隻就要你人頭落地 問責 壓力是很大的 就不一樣 在香港 潘頓的大業本就輸 就輸 一天輸四五隻都無所謂的 但蘇小輝做高多芬的主帥 就不可以自己的 我之前的影片也說過 其實全世界 現在為止 能夠做高多芬主帥 做得稱職的 只有兩個 只有當年的大圖里 英國的主帥 還有現在澳洲的主帥 也不是現在 之前的麥道朗 只是這兩個 真的可以做到高多芬的要求 而蘇小輝 經過高多芬的洗禮之後 其實是令他的聲莫 比較稠 這個也是有影響的 幾方面合起來 就是種族問題 或者騎式問題 以及之前效力的高多芬 壓力太大的問題 令他在英國的地位 沒有其他大賽騎士那麼高 但是這兩季大家知道的情況 是有些改變的 因為他終於找到老闆了 即是可以落腳 就無需做自由身跑龍套 對於英國騎士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通常英國騎士 沒有人會爭冠軍的 通常都會簽一個大馬主 大馬房做主帥去落腳 這樣才是大騎士 就是King Power Racing 即是李斯特城足球隊的金主 King Power 作為資金的一個賽馬團體 其實這個團體 現在還沒有很多好馬主 相信也有些時間去發展 去鋪 去培育才會有好馬 但是真的好扔錢 真的擺很多錢 而且這個馬主的體系 是有很多馬的 跟那些大馬房 大馬主的柔王差不多 即是英國也有百多二百隻 即是蘇小暉騎都騎不完 可以說是不受寂寞的 這方面 令到他今次來香港 真的可以 無需太大壓力 一定要賺錢 即是有少少換票性質也可以 因為他在英國現在 已經有著落 變成今次他在國際賽 沒什麼馬跑都沒什麼所謂 如果大家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他在國際賽 為什麼沒有一些英國 歐洲的聯馬師 去給馬蘇小暉跑呢 其實就是有以上的這些原因 分析完這些原因之後 蘇小暉在香港的客傳期 都是剛剛開始還沒完的 事實上 香港馬脈這麼愛戴他 雖然他今次只是換票性質 可贏可不贏下 即是賺不到大錢也沒所謂 但是為了回復馬脈對他的愛戴 和支持 香港的馬脈 他都應該是會鬥志愚雄 博到盡 我們儘管看看他 餘下這兩三個月的賽期 表現如何 也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